这是一个被人类刚抓到的外星巨人 军方运来三块百米高的大铁板 直接将巨人密封在狭窄的金属箱里 当把他与外界完全隔绝之后 又立马顺着地下隧道 把他送到了百米深的地下基地 人类想把外星人肢解成1800份 试图从中获取外星文明的先进科技 但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外星生物是由纳米黑虫组合而成 把这个换下来的金刚钻头放大一万倍 可以清晰地看到有许多纳米虫在啃食钻头 并且他们具有超强的繁殖能力 几秒钟就能分裂出无数值 这时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也发现了异常 比钻石还坚硬的金刚钻头 竟以惊人的速度被渐渐吞噬 科学家被吓坏了 转身就想离开这里 但却被外面的长官突然叫住 因为他发现防护服务已经被虫子侵蚀 如果这个时候放他出去 全球都会遭到毁灭性的灾难 科学家拼命地求救 可长官却还让他重启钻头 结果不到一分钟 他就被虫子吞噬直接命送当场 然而下一秒又发生了更加恐怖的事情 困住外星人的钢索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逐渐腐蚀 就连坚硬的防弹玻璃也出现了奇怪的裂痕 长官见事情不妙 直接启动了焚烧按钮 上千度的高温猛烈地焚烧了五分钟 结果等烟雾散去后 外星人却毫发无所 随后他缓缓地举起双手 就在众人一脸蒙圈时 外星人直接分解成无数只纳米虫 开始向人类发动攻击 长官被吓得转身要跑 可实验室已经被外界全面封锁 不许任何人离开这里 纳米虫以惊人的速度吞噬着防弹玻璃 仅仅几秒钟的时间 就将周围的一切彻底吞没 外面严守以待的装甲部队 随时准备应对这种突发情况 可更加恐怖的灾难才刚刚开始